上诗密集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后年后月之处是一切失望出时日 是显化身边占主我持共同胜息的 何人众生修上世彼人择于命中世 荣入念世我心见这个教言也是很重要的 说是后年的后月出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莲花生大师离开藏地前往罗刹果的 那个日子一般后年后月出世 后年 大家都知道过了十二年以后出现 今年应该是母牛年是吧 阿朗大悠仁之达六水还有八年 原来上师没有圆寂准备第二年 我们学院也是做一个比较特殊的法会 其实原来无名佛学院法王如意宝八零年吧 应该在那个时候后年后月出世开始建立的 这是在藏地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因为莲花生大师当年离开藏地 他对所有的大臣所有的人都说是 每到这一年的时候我必定会来到人间 对所有的人进行加持 还有每一个月的出世就是一切世王 他这里一切世间的王就是每一个月的出世 为什么这样讲呢 莲花生大师其实他的传记当中讲 每一个月他有不同的一些 利益众生和降伏贵神的特殊缘解 比如说我们藏地的第一月份 一月出世的时候 当时莲花生大师舍弃王位前往清凉石头里 然后给空性和无量的贵神加以舍首而转法兰的日子 所以一月出世也是这样特殊的 然后二月出世是莲花生大师在赵巴哈德面前示现出家 有些说是阿难尊者面前出家 这个也是二月出世吧 三月出世好像在萨霍尔国家 当时萨霍尔国王把莲花生大师活活地准备烧失 但后来整个地方变成了大海变成了一个大的湖泊 事先生动的时候应该是三月十号的时候 四月十号的时候莲花生大师在无尽谷 也是受到了曼达尔瓦空性母和义气 被国王七天七夜当中烧失他 但后来不但没有烧成整个国家 出现世先种种的神变 降伏所有野蛮的众生 后来无尽国王也称他为国师这样的 然后五月十号莲花生大师降伏五百个班智大 发出佛教的侍候声 然后六月出世莲花生大师在大那国下讲生日 六月出世是江先生七月出世莲花生大师在同州的国家当中 那个国王当时也是听到一些邪说者的是非 然后把莲花生大师放在红铜座的箱子里面 然后用钉子钉上准备杀掉 结果莲丝实现神变变成一个特别大的江河 然后莲丝在空中发光出现神变 后来这个江河越来越大了皇宫都准备要隐没 那个时候国王和眷属特别害怕向他忏悔 八月出世应该是很多外道用各种毒药让莲丝服用 后来不但这些毒药没有对他受害 而且他的身体光称越来越好了 然后九月出世吧九月出世莲花生大师在尼泊尔的 绝来降服很多的鬼神获得了大受盈的成就 两十 刚才多少 九月十号是吧 现在是十月十号是吧十月十号莲花生大师开始来藏地 然后藏地的鬼神全部得以降服 然后在藏地开始准备弘扬佛法建立了弘法的基础 十一月十号从商业寺开始整个藏地全部都是藏伏藏 相逢了藏地很多的鬼神 然后这鬼神成罗莲丝面前当护法神 所有这些伏藏的钥匙交给他们开玩笑是这样 十二月十号刚才讲的一样最后在莲业公堂 在那个地方莲花生大师前往罗刹州 结果他给世人留下了很多的教言 你们每一个月的厨师呼唤我的名字 每一个厨师修念诗的法 这样以后我来时时地加持 所以现在很多寺院里面一般厨师都有回宫 都有修念诗的法门 我们小的时候很多老人都说 今天是厨师 念莲花生大师行咒 都有这样的 不知道现在那些藏地人心目当中有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特殊的日子 因此我们在座的道友一定要 以后出世的时候自己提醒自己 不管是你在哪里你就能做一点回宫 特别是念七句七道文 念念诗行咒 因为他这里说是实现化身便占主 整个世界 整个南战部主的话 念诗千千万万个化身 出世的时候已经成罗了 各个地方去度化众生的 特别的一定会这是他的承诺 法王如意宝以前也是经常讲 我们后年后月的出世非常关键 那个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大的回宫 大的一些佛教仪式 然后每个月的出世一定要尽量做一些回宫 祈祷莲花生大师让自己有什么样的困难也好 希求也好 解脱也好很多方面的愿望 观想之后要祈祷 然后这样以后莲花生大师会赐予 共同和不共同的息地 任何人如果终生修莲花生大师上师的话 那么这个人命中的时候我们会融入莲食的心 其实莲食和阿弥陀佛都是一位一体的 如果修莲食也好 修阿弥陀佛也好 本体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修行 没有修的话遇到了这么好的法门 我觉得是很可惜 很重要的